解释第一章 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告备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间教会 原来我们要理解一件事 原来神是在启述的时候 四福音里面都有提到在高阳的婚宴里面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 其实这些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身份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他们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要求 第一我们讲到关于奔客 奔客有什么要求 就是说他信主的案件 但问题是哪些奔客神是丢出去的 就是那些没有穿这个礼服的 神就将它丢出去在外面哭哭哭哭 第二就是关于童女 童女我们知道 神都一样对她有要求 因为最后神所选择的十四万四千人 这个童女神看她在人间买来 成为初属的果子 这个我们曾经在灾在都和大家分享过 第三批当然是教会 教会我们现在讲到原来教会是有一间的教会 而教会当中亦有领袖级的 就好像在这里讲的 七间教会 但七间教会的七个领袖 他们都是属于身负的一部分 但他们是这里所讲的 是星来的 是星级的教会 我们怎样从节旗里面去看到他们呢 节旗说给我们听些什么事呢 我们一步一步去看 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顶子妹如果你觉得 又说你讲到我们要经历七个节旗 很多教会经历不到那又怎样呢 其实七个节旗和这个分言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什么叫奔吓呢 原来我们能够经历余月节呢 就是叫奔吓了 怎么才知道余月节呢 就是我们愿意放弃 我们自己摆在这个祭坛上面 愿意写记 愿意牺牲 这个原来只是开始而已 就是阿伯拉罕的信心 原来只是开始而已 你知道吗 只是整个信仰的开始 就是说着余月节 就可以用什么去给我们一个明白对比呢 就是为这个财主 当他跟从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说好 那你有一个好开始了 那你经历你的余月节呢 他当然不知耶稣当时没这么说 但是他说你要怎么样 将你所有东西变卖去跟从我 这个就代表了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自己的梦想 摆在祭坛上面 去换取一个属于救恩的一生 事实上有很多人真的这样做 他穷肝蛋的时候 他将他的穷肝蛋紧如的 他都牺牲奉献给神 神赐福给他 祝福他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就是说 他开始的信仰只是一个开始 而不是什么 不是一个终结 但是基要教会 基本上就当这个终结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废弃了 整本圣经的所有教导 我说的是所有 因为全本圣经讲七个节旗 预节只是一个开始 另外六个节旗呢 你废弃了那怎么样呢 那便稀施灭祖 那一定会落地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这样的人才是宾客 即是说你一信主 原来你是宾客 你愿意去接受这个救恩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叫做重生得救 这个就是我们称为初心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我们称为有着礼服的宾客 第二个节旗就是磨敲节 就是除罪 就是将一点秒限都除去 因为在圣经里面 免敲的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了罪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在圣经里面 我们要说 我们要穿上这个公义袍 我们要脱去这个教言 穿上新人 这个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的第一个难关 就是和我们过去的生活 过去的朋友 过去的梦想 和过去过惯的生活 甚至可能是牵涉到你自己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自己的学业 或者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理想 里面有些人可能是做人黑是太太 那怎么样 是不是 哦 基督教你不能这么恶 人家做黑是太太 继续做下去 他做大责 做黑手党 就继续做下去 你干涉别人 仍然是这样 我们看人生更重要 过信仰的话 那你会看到这些的奔客 没错 他为信主 他真是悔改 他承认自己的罪 但问题 他不穿上这个奔客的礼服 他不穿上这个公义袍 不穿上这个白袍的话 就算他来到这个婚宴 神会怎样 赶走他 见不见 七个哲期 是不是我们要经历了 起码奔客 都要经历那两个 如果你只是经历头一个 愚哲搞定 一字得救 永远得救 那些傻的 你明白吗 我理解那些是牧师 或在评讯上说什么都好 但如果他只是说愚哲 他否定了圣经里面 其他这些真理 还想着可以上天堂 这些是傻的 他只不过拿了基督教 继续他自己做神棍的 这个木会方法 或者是带领方法 但是那个是不行的 因为呢 这里清楚说七间教会 是七个金灯台 这些的灯 你不能够认识 所以你看到金灯台 就是在圣锁里面 唯一一样 是永远都不可以认识的 一间灯 是吧 他是要不断点亮的 所以散步以小时候 工作就是在那里点亮 这些灯 是吧 继续点亮 不可以让他缺少油 是吧 那现在你就明白了 去到下一个节旗 就是著名的初熟节 主耶稣基督 就示范了他一个人 去成就这三个节旗 见不见呢 而是他在第三个节旗 初熟节 复活甚至升天 所以这会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 我们能够复养了这三个节旗 我们才有资格是避体的 第三个节旗 初熟节 现在你知道了 我都曾经说过 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就是初熟节 就是说 不单止你经历过这个雨节 不单止你愿意除去你的罪 但你愿意侍奉呢 你愿意填满这个规范呢 还是你人生当中 以自我王国 走过你一生呢 没错你经历过你的罪 不过你完全不跟着神 走在神的时代教育当中 不肯跟着神所给予的规范 不单止你 没错你过独居的生活 你不犯罪 但是你能不能在神的家当中 去侍奉人 去付出 而都不犯罪呢 神高升你都不犯罪呢 神给那么多的金钱 或者那么多的义性 在你身边留过 你都愿意只是去服侍 神的家呢 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 愿意在神的规范底下 去过一个圣结的生活呢 就如我所说 有很多的规范是 是我们自己去理定的 在你强壮的时候 你要因证你的弱点 去定这些生活方式 而使得 你永远都不会跌倒的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使得你用你一生 去填满这个穴了 使得你不是康悲了 康悲就是圣经讲 这些恶人枉费他们一生 的信仰经历呢 或者他们人生的历程呢 去犯罪 去窃盲 去成为一个恶人 成为一个不义的人 见不见呢 但是童女是不是 童女不是童女 是人间卖来 成为初熟的果子 他们愿意 在侍奉当中 借着侍奉的过程里面去成长 侍奉的过程当中去填满 就算面对神所给的这些呼召 是充满压力 充满在世人来说 是什么一种剝削 是一种笨 是一种傻 但他们知道是来自神的 是神的规范 是神的话语 神在这个时代当中 要他们完成的使命 就像我们教会那样 当我们愿意 找到自己的崗位 不断去填补 这些空缺 记住我说 填补的空缺 很多时候在你眼中看到 教会这里缺乏经济 那里缺乏人手 这里缺乏清洁 这家教会不完美了 我要毁灭它了 但你看到很多 很多禽兽基督徒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去过去 自己的信仰一生 他不愿意见到有缺乏 去付出 他见到有病人去扶持 见人有软弱的 他去鼓励他 他用圣经真理的扶持 去带领他 让他们再次去建立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做领袖 做一个跟从的 都应该以神的话语做规范 神带领我们去一间 充满丰盛的教会 感谢主我们去享受和付出 但如果神带我们去一个缺乏的地方 我们是否走去毁灭了人呢 缺乏的教会 有病人的教会 我们就害死了人 这样 不是的 神带我们去到哪里 以神的原则所给我们 我们去继续侍奉 继续付出 而导致我们能够 去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 记住 初熟的果子 不是刚刚伸手就是初熟的果子 不是的 是填满了这个墨子的殼 是填满了这个规范 神所给我们的侍奉和依障 这个就是说这个点灯的同类 啟述第一章第二十节 让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或七个金灯台的好备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师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天缺立之心 我爱神 奉上我的心 我愿踏上这道路 尽我力为身 要奉献我的光游 尋求主真人 从不计路远 从不计万千呼唤 从不计万千呼唤 我愿决心 为身相信 交转 罗开配信 甘揭你 尋着真美话要 靠着上帝恩 我愿爱死 每一分一秒 全获全获见证相笨 热成爱神 几足都最终一听 冲破了幻 一段时间 我愿意 来自于 你 你 感谢观看